请看文章的第一张图 这个 今天呢 有120分钟的顶部增化 这个增化的级别很小 下午如果是强势的话呢 可能会有60分钟和90分钟 但是分钟线 如果形成顶部增化 我们首先要看的是 到达趋势的距离 比方说 最近的6天是在这 对吧 在这 那么如果跌6天的话呢 很难跌到趋势 最近的12天是在这 跌12天的话呢 会跌翻短期趋势 但不一定能跌翻长期趋势 因此 120分钟如果顶部 断化形成结构的话 我们应该减几层仓啊 减4层仓好吧 不会减6层 最多是减6层 我们不会减6层 应该是减4层仓 对减4层仓 所以呢 这个有些时候呢 你们问我应该减几层仓 其实对吧 你们心里呢 也可以自己 先做一个判断 然后呢 跟我的判断先行一下追比 是不是一样 这是从日线 价格到趋势的距离来判定 这60分钟90分钟都可以不看的 90分钟其实是可以考虑的啊 90分钟 60分钟是可以不看的 90分钟和120分钟 这两个周期重点 日线不会有 也就这两个周期 但是90分钟 它是没有出红枣线的 因此90分钟的未来 也就是说明天 也不一定能够形成 顶部的动画 它全能够顶部动画 到结构形成 最快的明天收盘 所以90分钟 按理说也可以不看 至少明天可以不看 明天重点就是 注意120分钟 明天中午收盘和下午收盘 好吧 今天临近收盘的时候 也没有出结论 注意啊 它不是说一定没有 这个出结构 它是没有结论 所以呢 我们通常 临近收盘的时候 没有结论的时候呢 就会建议大家 今天没有操作 明天再说 如果到15点 如果到15点 它形成结构了 那我们先早盘卖出 如果不形成了 那就继续往后看 是吧 这个没什么难度啊 那么最主要的呢 就是价格到趋势的距离啊 价格到趋势的距离 形成结构 这个120分钟 大家看那个120分钟啊 这120分钟 它的顶部动画很小啊 它就是这儿 跟这儿进行对比的 跟这个方式进行对比的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小动画 动画的级别特别小 但是不管多小的动画 它也是动画 不管多小的结构 它也是结构 如果结构形成 则简仓 小动画有小动画的好处 那么大家想想 小动画的好处是什么 小动画的好处是什么 小动画 它一旦判断不对 动画消失 纠错的空间非常小 能理解吧 这好处就是纠错 它的空间很小 那一旦结构形成呢 这个点是高点的 那前面涨了26点 现在涨了23点了 对吧 那明天如果形成 明天就给24点了 那24点跟26点就差的太多了 给你个结构 不小吗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能给120分钟结构 我个人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 但是不给也没办法 很像昨天日线是吧 日线上午 本来也给结构了 下午到 手盘的时候 动画就消失了 这120分钟 我没想过 它会有一个这么小的结构 但是呢 我在中午的时候 就任何思考过这个问题 最后得出结论 结论是 不管多小的结构 它也是结构 它只要出现四个字 结构形成 它就是结构 别看60分钟90分钟 日线都没有 那这个120分钟结构够用了 因此结构形成会选仓的 好吧 120分钟绿角线只有一根 对于绿角线的要求 从来没有要求过两根 我不知道你是打击的 但是我们历史上 就从来没有要求过 它必须是两根 它只要分割出 两个红角线峰值就行了 但是在第二个红角线 是需要两根的 你可以仔细去看 这个动画 是不是出现在第二根红角线上 没要求过两根绿角线 从未要求过 我也记得是两根 再说一遍 红角线 两个红角线中间的绿角线 对啊 中间的绿角线 不要求根数 一根也行 两根也行 三根也行 五根也行 但是必须得有绿 因为有绿 因为有绿才代表了 左边的红角线是一个峰值 右边的红角线也是一个峰值 两个峰值进行对比 能理解吧 并没有要求绿角线的根数 但是在绿角线出现之后 第二个红角线 第二个红角线的峰值 必须有两根以上 没要求过绿角线 再说一遍啊 你要是记了 你就记错了 关键是记错的人好像挺多 这个第一个人记错了 然后呢他说 他不是要求两根吗 第二个人说 我记得也是两根啊 然后呢第一个人就觉得 他他觉得没问题 那你看他有人附和他了 是吧 他说再说一遍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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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日线的底部增化 大家记得吗 这一波咱们抄底的时候 日线有一个也不太 级别特别小的一个底部的增化 但是日线的底部增化 它就是形成结构了 11月1号 对吧 大家想想 就这波抄底的时候 当然指数之间的鞋调性不够好 互生300啊 上升50啊 都没有底部的结构 但是上升指数是有的 它那个结构呢 当时也是 就次日就基本就消失了 10月31号 次日就11月初 如果不涨 那结构就没了 但是呢 就是那个小结构 它就形成了 这里假如说 再给一个120分钟结构 尽管啊 就120分钟结构 特别是常规 主要 不常规啊 但是呢 第一个 时间 前面26天 明天24天 第二个 它不管是 集在大小 但是它的周期是120分钟 周期120分钟 可能会引发 12天的 12个标语日的下跌 那么我觉得它跌穿短期 其实可能性是有的 因此呢 就是如果节构形成是要减仓 如果中华销 就不理它 继续不理 因为你没有减仓的理由 你不能你觉得高你就减 再说一遍啊 这个在牛市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扩张期牛市 未来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不要觉得高你就减 高是一种形容词 牛市当中卖丢的人太多了 问题是它有联络反应 你这些地方卖丢 它持续上涨就怎么干 指数持续上涨 你卖出的个股持续上涨 你怎么干 你高位一追就是高点 所以呢 你在中途卖丢 它会影响你后面 影响的很大 因此呢 就是在 几步阶段 中途阶段 后期都不能犯错误 那么确保你不犯错误的原因 就是你要 严格的遵守原则 交易的原则 好吧 上一波也调整了13天左右 如果是13天的调整的话 那就是先看作是4 先看作是4 就123上升指数 可以暂时看作是4 因为如果是 这个 上升五元或者是互生三百 你是看不住123的 所以只能看作是1 就123上升指数的123 整体看作是上升五元和互生三百的 一浪上升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 这个整体看作是一浪上升的 这个概率还是很大的 考虑到指数之间的协调性的问题 但是呢 它只有一个120分钟的结构 120分钟的结构 对应不着太长时间的调整周期 好吧 120分钟出现结构 明天就减了 对啊 这刚刚讲啥来的 不就讲这事吗 明天中午出现结构 明天中午就减 明天下午出现结构 明天下午就减 其实不老 是啊 我刚才几天强调很多变 你怎么还在这叫这呢 刻是我讲的我不知道 而且就是说 这个如果是底部结构 用来分割两个绿角线的红角线 从来就没有要求过两根 就一根就够了 三根也行 五根也行 都行 用来分割用的 就这个事我至少说了不下十遍 哪一次讲过 这十遍哪一次讲过需要两根线呢 分割用的 但是后边另一个峰值 它不分开两个峰值吗 另一个峰值至少需要两根线 那个是两根线 但是中间分割用的 你比方说两个红条线的分值 中间是绿角线 绿角线根本就要求根数 但是后面那个红条线 是需要两根以上红条线 好吧 这些事我已经说了很多很多次了 不是一次两次了 再一个呢 就算我说的 你没记住 我告诉你 定量结构 我们已经做到了数学的第二个阶段 可视化阶段 可视化阶段程序是不会出错的 能理解吗 它只要出现中话 那就是中话 问题是我从来没有讲错过 注意啊 这个事我从来没有讲错过 你千万别说我讲课 我就说了两个人 千万别这么说 第一个人学员说了 第二个学员又说了 我已经纠正过了 第三个学员 不知道你今天的课听到哪去了 我从没有讲过啊 从没有讲过 我们继续说啊 继续说 那么第一波市场的上升 从十月底到现在 六到昨天是61根线啊 到今天是62根线 60多天的上升 一旦出现二浪回调 就是说现在目前呢 日线有四浪回调 也有二浪回调 两种说法 那么第一种四浪回调呢 它的时间就不会特别的长 第二种二浪回调的话呢 持续的时间可能就会在 30个交易日左右 30个交易日的调整周期 我个人认为呢 可能会是一个ABC结构 ABC结构啊 就先第一波下跌 放弹然后再来一波下跌 ABC跌完之后 第二波整个调整结束 第二波的低点 是牛市启动之前 假如说我们判断的牛市 或者是扩张器是对的话 是最后一次买入了 不要最后一次买入了 假如说你最低点 你没敢抄底 因为你真正敢在最低点 抄底的人其实不多 真正有钱在最低点 抄底的人也不多 你就跟着身边的朋友 就在十月份 赶重仓抄底的人 其实不多啊 十月末 十一月初 咱们抄六成仓那次 第一个就是没钱嘛 它已经靠住了嘛 尽管上升指数 这个最低点是出现在 二八六三点 在十一月 十月三十一号的 十月三十一号的 那个那个低点 那个位置 它的估值 整个市场的估值 是最低的 所以呢我们 我们现在目前来看呢 就是说 真正的低点 应该是十月份的低点 好吧 然后呢第一波 涨千数 要记下来 就像就像我们上次指数 第一波涨了二十六点 这个二十六 这个数字我们要记下来 那为什么这里一百二十分钟 现在我们就要重视 因为现在二十四了呀 因为现在二十四了呀 到了最后买点的时候 老师还是希望告示一下 对啊 这个我没有没有把握 你看啊 这个十月底那次呢 我让大家买六成仓 这是我去年抄底抄得最重的一次 就是我认为把握性好 但是二浪的低点呢 它不像那个下跌的低点 二浪是调整低点 那个是下跌低点 下跌低点呢 它毕竟还是有一些迹象的 但是二浪调整低点 它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 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道理也不给你 什么原因也不给你 我就就 既没有序列也没有结构 我就注定 我就二浪调整结束 那你说你咋把握呀 你就在这里啊 假如说这个地方 没有一把二分钟结构 也没有日线结构 然后呢我就注定 你说这个地方咋把握 怎么讨定 你告诉我 怎么讨 大家是不是这个逻辑 同样的逻辑啊 所以呢 这个 针对这个二浪的低点呢 我给出的结论呢 就是差不多就行 如果这个ADC的结构 没准A 你就可以动手了 论物长宜 放眼望 谁来说 你能 我自己都说不一定能 然后你对得说我能 但是假如 因为我给大家说的意思 就是差不多就行 对吧 那也代表 我不一定会等结构 也不一定会等 序列 假如 我说假如 我等到了 我说的差不多 不可能会给大家一定的提示 但是我如果等不到 我就没有这个提示 自行安排 好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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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逻辑上呢 大家想想 二后面就是三 三是主神啊 三是 三是应该是最猛烈的上升啊 如果三你再踏空 就一你没买招 行 你还别等到二 是吧 但是二你没买招 然后三出来之后 那这错误就没法纠正了 你们能理解吗 那就是 很大的错误了 你没法弄了就 所以呢 就是说 清航或空航的 假如说第一波也没做好 那二浪底点 不能 不能有十啊 不能有十 然后我不判断后面有五了 也代表了 我判断可能未来几年的底点 对吧 已经出现了 已经出现 这这些咱们所有的判断 这些都不是四负诸葛吧 你们都能做见证吧 咱们没有四负诸葛 都提前判断的 如果判断是二还是四啊 很简单啊 上升指数可以暂定为四 对吧 但是判断五零或者是 或是三百呢 就没有二 所以就没有四 但是呢 我们现在说暂定二还是四的问题 四比二小 直接小 四浪可能调十多钱 二浪可能调三十多钱 那么如果判断二还是四呢 先判断四呗 然后用排除法 如果不是四 那就是二呗 对不对 用排除法呗 不是那种单变上升 这点呢 我去年就一直跟大家说 二三年啊 就今年 不是单变牛市啊 但是它整体是向上的 环境好 第二个呢 就是说去年的最低点 咱们中长抄底的那个点 已经跌至历史适应率最低 注意一下 还不是说最近五年 或者什么 历史适应率最低 那不就是可遇不可求吗 比方说啊 我怕他反过来 刚才有一天 我们逃顶能够逃在 历史适应率最高 那你加上 这个条件是不是可遇 而不可求啊 大家加上对不对 是不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今天没有鼻子通透了 今天说话节奏快了是不是 我这个感动好多了 不是我这咳都好多了 我年前给大家讲课的时候呢 差不多几分钟就咳嗽一下 那个时候刚养完 养完之后咳嗽一直在咳嗽 但是这个 就一直没有特别好 春节长假 休息了几天 不用讲课之后 我发现 咳嗽也好啊 比七十度 好 上个时间看看 有什么问题没有 今天因为我们 完整了五分钟 所以我们会讲到 十六点零五分 A50跳水了 我看了一眼 A50 你是不是对跳水 这两个都有什么误解 你是没见过跳水吗 全无产 那才叫跳水 对不对 一点水花都没有 尤其是很多这个这个盘标的时候说 A50跳水 一说我赶紧去看一下 发现也没有跳水 那么下次能不能 真的跳水的时候 你再喊呢 好不好 这我也知道呢 真的跳水 你这狼来了 你这谎到军情了 你是某个省 某个市 某个县 某个村 某个居民组的 跳水运动员吗 老师再讲讲红一条件 行 来啊 哪有图吗 我画吧 给大家画吧 就在这张图上画了 比方说是红角线 红角线 是吧 这是一个峰值 后面又有红角线 这是一个峰值 但是中间没有绿角线的话 它就是统称为一个叫做红角线 能理解吗 所以中间必须底有一个绿角线 把它隔开 一根绿角线 就够了 它的作用就是隔开左边的红角线 和右边的红角线 对于绿角线的 根数不要求两根 但是绿角线之后 不还有新的红角线吗 要求必须两根 这个地方必须第二根才会出顿化 所以对于绿角线 不要求两根 但是绿角线后面的红 这个峰值 是要求必须两根的 能理解的 就会能理解了吧 情况我这图画的挺臭 灵魂画手 能理解就行了 对不对 以物实为主 我觉得交易也是 交易咱们其实还挺物实的 以物实为主 天边的云261 120分钟解雇形成 这个课的整个今天下午的课 最重点的重点的重点 就是这些事 我讲完了 咋了这么长时间 你居然 你居然 点四层房 原因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要是没听的话 后来办完的话 你听一下路音 在最开始我们就讲了 先把中文的事先讲 是吧 还是灵魂许愿 关于这两根红小线 这事吧 我就不想再讲了 其实我一直没有讲错过 一直都是这么讲的 你怎么理解呢 我也没有办法 对吧 我也没有办法 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隔缝的应用 银缝隔缝 但是只能隔一个缝 不能隔太多 所以我们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没必要 就是这些这些指指点呢 除非你将来 不用交易师了 对吧 你只要用交易师 其实没必要 他已经说到可视化了 系统是不会出错的 他比人稳定多了 所以他出动画 那就代表他就是动画 他如果行的解构 那就是行的解构 你看人可能就是 对吧 这个这个不稳定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不稳定的 其中的一个点 你比方说昨天 昨天我就没有想过 一把二分钟会 在今天出现动画 你知道吗 我没想过这事 这就算 这就算不稳定吗 对吧 你刚才60分钟也没有 90分钟也没有 90分钟60分钟 都没有红角线 但是一把二分钟 他就出现了 你的这个还太动画了 你说这个对不对 大家对不对 对人是不稳定的 但系统稳定 系统稳定呢 你再搞个我 没事就多看一看 哪一个周期 有没有结构 有没有动画 有没有序列 序列的分数是什么样的 不好 要不然 要不然 就是比方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动画 假如 没有交易式的定量结构 大家不就变成了 更有人听不懂了 对吧 有了交易式的定量结构 他会给你一个标准答案 就有答案 那是不是你直接看 可视化了 好吧 16点05分 不得讲啊 不得讲了 明天如果形成一把二分钟结构 减仓 减仓 如果不形成就吃物 没有卖出理由 然后呢 别的不要多想 交易有些时候呢 最主要的呢 就是保持理性客观 这客观很重要 客观首先重要的一点 就不要多想 很多人他其实 特别主观 就是因为他想多了 想多了啊 照镜子飞眼 照镜子 自己给自己 费个感 算多了 自作多情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